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在今天去世的 热爱的前辈的艺术家 我觉得张国荣完全可以成为艺术家 今天回头再看他演的巴昂迭击 就那样的表演 一个张国荣演淡绝可以演成那样 我觉得他也可以被称为艺术家 包括他演过《东邪西部》 包括《阿飞正传》 包括《英雄本色》等等等等 包括他唱那些歌 每一年在他去世的纪念日 我都会在我的微博里放他一首歌 有的时候放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觉得这就是张国荣的心声 有的时候我会放张国荣自己写的 就是给这个叶板歌声写的那两首 这个非常好听的歌 总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 带着你飞奔着永恒 大家看张国荣的演出 他在台上 你忘我 那种忘我 不是说 这样说自己也就可以了 是你明显能看到 他那种一世独立 平须欲丰的那种感觉 你看他演戏的那种 那个才华 以至于他去世以后 整个电影圈经常讲到一个剧本 想的时候 大家都常叹一声说 如果这个张国荣还活着 这个就迎刃而进 张国荣活着这个角色就非他莫非 就一个人去世了很久 还能被人这么常叹地提起 说明他的地位 他的能力 他的才华是无人可替代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大家不太熟悉的 就是他那一天的一个小细节 非常感人 也是整个行业里 大家艺人们跟经纪人们 经常谈起的一个传媒美谈 就是张国荣的经纪人 陈朱芬 朱芬芬是香港的四大经纪人之一 两个人合作多年 这个情统手续 陈朱芬女士 接到的张国荣打到最后一个电话 就张国荣对陈朱芬女士说 朱芬你来接一下我 陈朱芬就开车去了那个酒店 当那酒店就打电话给张国荣说 我已经到了 张国荣说好 那我来了 从空中来了 陈朱芬一看到这个情景 当时反映 第一个就是说 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 因为大家知道 张国荣一生暧昧 所以立即上去脱下衣服 盖住张国荣 然后马上报警 求医送到医院 但是由于张国荣最后的这个安排 给自己身后室的这个安排 由于陈朱芬的忠诚 多年来对张国荣的忠诚 所以到今天为止 比香港应该算全世界最八卦最八卦的城市 香港的八卦杂志比美国八卦杂志还要厉害 就是经常还没有底线了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大家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世间见过一张张国荣 落到地上以后 落到尘埃以后的样子 就是由于他自己的这个 最自己的身后的安排 以及陈朱芬的这个忠诚 没有一张照片流传出来 如果有一张张国荣这样的照片 那香港的包括 造成月花一个亿吧 但是不管有还是没有 陈朱芬都做到了这个最后的忠诚 我觉得非常令人感动 那也是因为张国荣本人的为人 这个今天叫攒人品 艺人跟经典的关系是双方的 不是单向的 只有艺人是为人 各方面非常完美的情况下 今年才会对他有这种忠诚的这种情感吧 温慧 什么时候 你得对我尊致意思 我必须提到一个原因 我不能只称名字 我得叫林贤 因为他 首先他是清华的前辈教授 和梁先生一起 创办了清华建筑系 所以我们作为清华的后辈 学生对前辈教授不能直呼其名 所以要称林贤 再有呢 就是林贤 梁先生在清华的家 在圣音院 清华有一片地方在圣音院 有十二个小楼 他们家和我的外婆婆家 是门对门 两家 而且长得一模一样 一张图是白的 所以我对他们的家 就跟我们自己家一样非常了解 所以这个林贤 虽然今天已经进入了剧场史 就已经 剧场史就是人已经被不停的 各种文学作品 变成了可能不是他本人的样子 但是这正常 很多人进入剧场史 就成了舞台上的一个角色 被各种人来评价 但是我个人还是应该说 比较了解林贤先生 因为我自己还看过梁先生的日记 然后其实几习书 然后其实几乎所有写林贤先生 传记的人都没看过梁先生的日记 然后在家里的这些各种的讲述 我觉得我对林贤先生还是能够做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他首先 我应该说他是一位爱国者 这个是要抛掉所有的情形 要去讲的 这个林贤先生从 和梁先生 包括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海归之分子 他们是一个这样双重的人格 其实一方面非常接受西方人 他们都是在西方留学 女性解放 所以他们对爱情各方面追求自由 追求情感 这都不用说 但是一到国家这个问题上 他们立即将生一年 把所有在西方学内的一套都抛掉 完全是中国古典的那种 屈原式的那种对国家的情感 在李庄的时候 他说过一句重要的话 就是他的儿子 就是梁松建 问他说 我们都已经退到这个了 如果日本鬼子再来到李庄 我们怎么办 林贤先生毫不容易 头肩啊 这还用说吗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到 他们就是我说 他们在这一块完全就是 中国古典的世代夫阶层那一套 他们最后从一个 刚刚在上的小姐少爷 以那种古书上看来的爱国情怀 最后变成了这个 亲吻了这个国家的大地 了解了这个国家的人民 最后他们忠诚一代动量 林贤先生回国以后 创办了这个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科 就是在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 在过去中国传统的思维里面 建筑根本不是什么科学 建筑就是匠人 就是工匠 和那个时代的一片大师一样 而那个时代的人们 这个有修小说史的陆寻 有修修文学史的郑振国 诗词也有蒙古为 然后这个 他们两位修了中国的建筑史 大家知道修别的史还容易 因为有资料 修建筑史是非常非常艰辛的 因为中国没有任何建筑资料 因为就没有人统计过 也没有人去去做过这方研究 所以这两位去历尽千辛万苦 走遍千辛万苦走遍了中国的 这个大半个人 林先生祈祷了重大作用 所以就有关林先生的爱情 我就不多讲了 但是我只想说一句话 那些都是真的爱情 那些是勇敢追求的真的爱情 他的一生的爱情也是幸福 这个无论是徐柏大师 还是他的账头 对他一生宽容疼爱的这个 梁先生 以及为了他终生未娶的金先生 都是真爱他 所以他这一生我是个完美的一生 一个女人 一个女知识分子 一个女爱博者 完美的一生 今天就聊到这里 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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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